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其實想離婚要知道的是 比方說談財產 談監護權 這個大家比較常談 可是我覺得很多比較精神層面 心理層面我們很少談 我覺得婚前 就是說離婚前的心理狀態 要準備的心理準備 離婚後有太多事要處理了 那沒那麼簡單的 那這個去年2020年 我們臺灣有十二萬多對結婚 你才幾對離婚 六萬對 五萬多 百分之四十五 現在的離婚率百分之四十五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現在 本來是四分之一 現在變快一半 二分之一 是 我們快追上美國了 快追上美國 先進國家之力 但我覺得這樣就是說 離婚也不一定把他看成是壞事 就當然相處不來了 何必呢 還是幸福比較重要 所以也不要把離婚看得很丟臉 現在的劉韋庭 劉律師算是少數民族 跟你一樣少數 好 那麼這個我想小秉 聽說你當時這個老婆想跟你離婚的時候 你很衝擊 對 怎麼說 因為我是來自鄉下的傳統的孩子 哪裡 對 我家住在英政 你怎麼有聽過 中華 對 中華 英政 英政 對 英政 所以是一個 你看我連口音都很像對不對 對啊 英政 對 我那時候是住在 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那個 就是文化跟社會裡面 所以我認為婚姻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它是很重要的 他就是我是一個傳統觀念的人 所以當我面對離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 一種男人尊嚴的破碎 因為就是人家都會覺得說 母跑掉了 對 母就顧不住 對 太太跑掉了 你知道嗎 對男人很傷 母就顧不住 對 我那時候真的是好大好大的衝擊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生命中居然出現這樣的事情 是 那是太太跟你提的嗎 是 她就是有一天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年紀都很小 那我們就很容易就是為了經濟 這件事情吵架 因為我跟我們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經濟並不穩定 所以我就很容易為了金錢 就跟他吵架這樣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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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有一天我就去上了這個 飛哥的一個節目 回來之後你知道 真的真的是戲劇化的轉變 因為我一回到房間的時候 他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衣櫥裡面的所有衣服都不見了 然後他的牙刷 然後包括他的這個桌上的書 吹風機 什麼東西都不見 你知道嗎 像是做夢一樣 我上次被那個大那個鐵球 這樣啵 這樣 然後就整個人這樣 空氣 你知道嗎 我才開始瘋狂翻他的東西 全部都不見了 結果就在他的那個 我的書桌上面看到一張紙條 那紙條上面寫說 憑賤夫妻百事哀 保重 人就不見了 對 對不起可不可以請教 當時經濟有多拮据 經濟那時候拮据到 就是我記得我那時候為了要就是 就是買那個奶粉 因為我女兒那時候就是還在喝奶粉 我為了要買奶粉 我身上沒有現金你知道嗎 我去把那個什麼 就是鋪滿打破 鋪滿打破 然後一塊一塊十塊十塊 這樣子去買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還有一次是去跟鄰居借錢 那鄰居看到我借錢 當然是嚇一跳 因為一個演藝人員怎麼會這樣 那你也知道我們演藝人員 收入就是很不穩定 有些時候很高 有些時候很低 那在很低的時候 就會碰到一個類似這樣的情況 常常為錢吵架 常常為錢吵架 對 那還是沒有錢吵架 有什麼用呢 可是就是常常為了就是 吵了也沒用 那就是常常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對 老婆等同是 保留 whip out 對 保留 load whip out 然後我怎麼樣去求他 怎麼樣希望他回來 挽回他都沒有用 他就是你知道 有些時候啊 就是女人跟男人就是這樣子 女人 就是男人看起來好像鋼鐵一般 但如果女人鐵了心 她的鐵的心比男人更加堅決 就是死不回頭 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就是塞幾件衣服回娘家 說把牙刷什麼東西全部搬滾滾 對啊 那就是那就是堅決要走 對 那個就事情大條了 對啊 他不會回來 沒有留下任何一件 他自己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對 我看到那空蕩蕩的衣櫥 然後還有那個那個什麼 衛生用品是像我的 你知道那時候真的是很驚訝 很震驚 震驚到不行 心很怎麼樣 很冷還是很 不是 我那時候是整個 有一點恐慌起來 你知道嗎 清晰 對 我那時候慌張 慌張覺得說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是面對這個事情 不是涼掉 是恐慌 是 女人把所有東西 都搬光的意思是 就代表 他就是要撤離了 那這就是說身體的撤離 把我把所有東西都搬光 是屬於一種身體的撤離 那一種心理的撤離 就是我不講話 我沉默 是心理的撤離 所以他是屬於身體 全部都撤離了 是一種 很重要的指標 只有寫這幾個字 貧窮 貧賤夫妻 自哀保重 保重 九個字而已 對啊 好可怕 冷到底 真的是冷到底 那你知道他們搬去哪裡嗎 就他 他就回去他們 他阿嬤家 對 所以我就三番兩次的打電話 被他們家人的侮辱 然後而且你知道還去他們家 只差沒有跪下來 就是想要求他回來 但是他就是不願意回頭 是 對 他就是不願意再回來了 就是他就是要跟你離婚了 而且小孩子那時候也不過 才三歲嘛 三歲 對 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就是搬出孩子也沒有用 他就是堅決要跟我離婚這樣子 是 是 那接下來你自己的生活呢 有段時間過得非常的激烈 就是因為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老婆跑掉了這個事實 所以我曾經用非常激烈的生活在 就是方式在過生活 就是我每一天都就大量酗酒 那就是差不多這麼大瓶的高粱 五十八度 就是每天喝兩罐這樣子 對 然後有一次是喝七百五十莫 就是紅酒 你在鼓勵大家喝酒嗎 不鼓勵 當然不鼓勵 可是喝完你還是這樣 長這樣 那時候二十四歲嘛 然後就是就是每天都爛醉 然後就是不想讓自己清醒 因為只要一清醒 我就會想幾件事情 然後一想幾件事情的話 我就會更想死 所以我就一直讓自己爛醉 處在這個完全就是大罪的狀態下 甚至有一次破一個紀錄 是喝掉了就是七百五十莫 這樣子這麼大瓶的五十八度的高粱 一個晚上 然後 差一個話 人的承受酒精的濃度 跟量是有一定的程度 對 其實一般來講 喝這樣的酒人會死掉掉的 對啊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 我為什麼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當我喝下那麼一大罐 那個高粱的時候 然後隔一天我們實在受不了 胃裡面有那麼多的那個酒精 我就去吐了 結果我在廁所裡面發現 我的嘔吐全部都是鮮紅色 對 全部都是鮮紅色 不是半粒或什麼的 全部都是鮮紅色 然後我就知道說身體已經出問題 所以你的胃出血 有可能是胃出血 我也沒有去醫院檢查 但是你知道 當我看到那個嘔吐變成鮮紅色 你知道我心裡面在想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是 一心也是想尋死 我看到那個嘔吐是鮮紅色 我居然想說 天啊 太好了 我離死亡又更進一步了 我那時候居然是這樣想 就走吧 你的意思是 對 我那時候是 就讓他走吧 就走吧 就走吧 對 整體有這麼激烈過 對 那這樣的生活過多久 差不多有半年左右 對 差不多半年左右 一直在爛罪的情況下這樣